请喝茶 女人好心请被全镇人驱逐的两个男人喝茶 却差点被其中一个男人夜半清醒而打死 恍惚中他把女人的呼唤当成了仇家索命 男人看着眼前这个令他怦然心动的女人 一面在内心中明确地告知自己 这个花容失色的女人是巴洛医生的妻子 一面又为自己莽撞地过失而自责 看着地上被打碎的茶具 男人失落地像个孩子 两个男人重新回到暴雨中 老板博斯问查理准备好了没有 查理还没有从刚才的事件中彻底回过身来 喉咙中轻声应了一句 随后两人消失在了夜色中 殊不知从门缝中一闪而过的凶兽般的眼睛 以前将二人死死地定在小镇的每一块木板上 浑然不知的两人来到沙龙 博斯带着点兴致 冲着沙龙老板喊着两杯威士忌 沙龙老板看着这两个人如同丧家犬一般 指了指一旁的木牌子 上面写着这里不欢迎自由木者 硬汉查理此时就是一个被点燃的炸药包 一肚子火正愁无处撒泻 就来了一个这么不长眼的败脸 对付小罗罗根本不用枪 手边的玻璃杯瞬间成为了精准的子弹 雷霆霹雳尖撞在了沙龙老板的下巴上 沙龙老板有些诧异和苦恼 自己不过是奉命行事 看着凶悍的查理不得不打碎的牙往肚子里咽 一旁的河士老过来调节 冲老板要一瓶酒稀释宁人 毕竟暴雨中查理身手敏捷地救了自己的小狗 自己理应缓解当下的僵局 可谁知沙龙老板依旧是死鸭子嘴硬 放话说即使查理救下的是耶稣 自己也不能卖给他们酒 不然巴克斯特会辞退自己 巴克斯特 听到巴克斯特是这家沙龙的老板 查理的枪再也按捺不住 当到一声震空响后 顿时哑雀无声 博斯与查理如愿以偿地喝到了威士忌 但这并没有打消两个人心中的怒火 随后他们计划着与巴克斯特算一算总账 博斯的队伍原本是四个人 但如今能够如常作战的只剩下博斯与查理 一想到被快将手打死的大块头姆斯 和昏迷不醒的少年巴顿 查理的恶气就无法咽下 突然暴雨中一个黑影呼啸着冲两个人奔驰而来 会暗迷离中不知是敌是友 查理只得掏出枪招呼黑衣人 电竞一看却是小矮人朋友 落汤机一般 还想着到沙龙里快活一回 三人一边打去 只见小矮人朋友刻意压低声音 为两人报警 小矮人朋友是个爽快人 直言执政官的人准备袭击他们 借着雷爆 场面瞬间紧张又胶着 从小矮人朋友那打听到 执政官正在监狱打算将二人懵中捉鳖 或者是想要坐享其成 直接践踏二人的尸体 博斯询问查理的想法 随后两人一拍集合 决定擒贼先擒王 看来执政官的苦头要来了 透过斑波的玻璃 执政官借着暴雨的澎湃 拉着悠扬的小提琴 可无论琴声多么柔和 都无法削泥他内心中的暴力 但查理抵在他头上的枪可以 这是他们第三次见面 二人第一次见到执政官 是为了带走被打成重伤的姆斯 四人原本要赶往下一个城镇 但物资不足 便派姆斯连夜置办 可是左等右等也不见姆斯回来 有目经验丰富的博斯 意识到事情不对头 便与查理结伴到城镇一探究竟 小矮人朋友自认百事通 对二人说明原委 那个看起来十分和善的朋友 与一些牧牛人发生的冲突 并被执政官用枪柄打爆了头 随后就被像一团藤草般丢进了监狱 为救姆斯 二人与执政官第一次打交道 也正是在此 他们看到执政官 不过是一只听话的狗 倒欧 姿势造成群众恐慌 每条罪名50美元的赎金 无异于狮子大开口 博斯剧里相争时 座椅上的人趾高气昂地说道 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不喜欢自由牧者 甚至胜过讨厌印第安人 面对羞辱 博斯毫不留情地 用自己犀利的语言 撕破了牧场主巴克斯特的虚伪面具 巴克斯特并没有放弃宣誓处权 与展示实力 并明确说道 任何自由牧者都不可以在这里放牧 巴克斯特 一直气势地宣扬着自己的法律 还提醒博斯 时代变了 他们不过是固执的少数人 紧接着 巴克斯特仰着脸 由上帝视角嫌逆着二人 幽灾幽灾地给二人讲起的故事 巴克斯特拿捏着腔调说 曾经也有游牧者造访 不过在夜晚 他们的牛突然发生惊慌 他们的车突然起火 有一个孩子被打下马 巴克斯特一犹未尽 查理实在看不惯他的心心座谈 直言问道 是从背后 把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打下马的吧 巴克斯特的权威 与伪善得到的双重质疑 但随后却做出了一个 令人出乎意料的决定 放人 执政官不解 但又不敢问 不过听到巴克斯特咬牙切齿地说 让他们尽快上路后 便心中有数 伯斯与查理自然知道 老狐狸巴克斯特葫芦里卖的药 不过当务之急 是救出姆斯后与巴顿会合 重伤的姆斯无法前行 只好寻求巴洛医生的帮助 也正是这一段插曲 让阴汉查理这块百炼钢动情 惊鸿一瞬被查理暗藏心中 因为他知道 自己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度过碎银一般的河流 回到驻扎地 伯斯却发现巴顿不见了 紧张的血液瞬间上涌 好在不远处 巴顿骑马回来 只不过幸运之神 并没有次次眷顾巴顿 当晚 巴克斯特的人就紧跟不舍 像是警告 挑衅 更像是玩为四人的交集 伯斯与查理打算先发制人 借着夜色的掩护 摸到了敌人的聚集地 给众人一个清醒的教训 但随后听到 还有人在前往毁掉 他们马车的路上 二人才意识到大事不好 二人奔马回营 却不见小狗提格的迎接 便知道已经是中了招 姆斯被一枪抱头 而少年巴顿保住的一条命 却是昏迷不醒 情急之下 二人再次来到医生家 自始至终 查理的眼睛 就没离开过女人的身上 在交谈中 查理向女人说 他们决定 自己处理与巴克斯特的事情 女人知道 如查理所言 他们在向自己的命运作斗争 战斗一触即发 至情执政官后 两人信心倍增 又诱补了他的几个亲信 但大麻烦 根本就不是这几个小角色 查理心知肚明 自己要啃的硬骨头是什么 两人折返回医生家 巴顿已经清醒 女人提议为几人做早饭 细心的查理 低头看自己一双大鞋 带到地毯上的泥土渣子 不好意思地用手 捡起来放进自己的帽子中 也正是无一的一撇 他看见女人 在柔和的光线下 换衣服的样子 那一刻 查理坚毅的心 撞动了最柔软的一下 随后 两人从容攀谈 此前 查理已然知晓 女人是巴洛医生的姐姐 而非妻子 暧昧的话语中 包含了对于彼此的情谊 但是查理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不能连累 这个叫苏的女人 连绵的山色下 博斯劝查理回去正式告别 即使抱着必死的决心复仇 也不能把爱 不清不楚地埋在牙根下 去做 比离去更有价值的事情 查理不是被博斯怂恿回来的 是那个长久 不曾炙热的心 鼓动查理再次走回来 查理有些语无伦次 他异于带过自己去过的地方 做过的事情 并且用一个不光彩的词汇 掩饰自己的不堪 但不可置否 他是苏眼中苦苦等待的绅士 苏将自己母亲年轻时的遗像 送给了查理 他并没有阻止查理赴险 而是更加坚定地 看着他心里的绅士 做正确的事情 在正式开战之前 博斯与查理决定好好享受一把 巧克力 雪茄 博斯散进家财室的挥霍 并没有引起查理的关注 他的心思全都在一张纸上 背着博斯 查理在偷偷地写写画画 随后将他暗中交给的小矮人朋友 敌人来了 浩浩荡荡的一队人 带着压迫感走来 查理在检查他的枪 并与博斯分析二人作战计划 以少胜多的诀窍 在于查理要啃向那块硬骨 敌人中的快枪手 为了缓解气氛 博斯说 自己结束战斗后 考虑收山开一家沙龙 而小矮人薄熙 在远处打开信纸 上面写道 如果查理不回来 就卖掉他的好马与枪 为巴洛小姐买一套茶具 那套他看中的茶具 叫公主套装 一切准备就绪 查理没有丝毫迟疑 想要杀掉快枪手 就要比他更快 而巴克斯特仗着人多势众 放话要给自由目者 一点颜色瞧瞧 气势汹汹地 带人寻找他们 一旁的居民 为了避祸都远远地躲开 双方对阵 巴克斯特不忘调杆伯斯 却不想 查理率先发问 面对快枪手 查理确认 就是他打死的姆斯 快枪手也正洋洋得意地说到 巴洛也是他打伤的时候 还没等尾音落地 就被查理一枪抱头 随后枪声不断响起 二人伸手敏捷地 躲过了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期间也有一些 看不惯巴克斯特的本地人 仗义出手 就在枪战相吃不下时 巴克斯特中枪后 劫走巴洛一声 苏为了救弟弟 不得不跑了出来 少年巴顿也紧随其后 但是却不幸地 落在了执政官的手里 执政官如同紧握生死服一般 让二人放下武器 缴械投降 查理果断地识破了执政官的奸计 准备再次战斗 却只见苏迎着众人的枪口 一个巴掌 就脆声声地 打在了执政官的脸上 执政官有些发懵 一旁的巴克斯特 还在用倒数逼迫二人投降 不仅如此 他还威胁众人 若是谁敢大发善心 帮助这两个外人 就会把他们的妻儿 流放到草原去 牧场主的一番话 终于让隐忍的众人发怒 一阵乱到后 查理被枪击中大腿 而人神共分的巴克斯特 也被制服 但出于人道主义的信念 博斯并没有开枪杀死巴克斯特 只不过 这个土皇帝 再也没有了作威作福的可能 捉目睽睽之下 苏走进了沙龙去见查理 他现在是苏 和所有热心人的英雄 但是查理的一番话 却让苏有些大失所望 一如往常 我就要走了 一句话如同冰珠一般 插在了苏的心上 他知道 查理是一个真正的绅士 他表明万般不舍 算作挽留 即使是今日的杀戮 也没让苏半点迟疑 他的爱 早比子弹快一步 命中了他的胸膛 太阳在山脉处俯首 苏的视线被希望拉得绵长 只见查理骑着骏马 来到了苏的面前 他终于有勇气 说出那番情意绵绵的话 对于一个硬汉来说 他终于尝到了 比死还痛苦的事情 原来那是对心上人的思念 两个人深情拥吻 随后 苏骑着马 送查理与博斯离开 让他们安心地 去寻找他们的牛群 在一阵欢笑中 博斯还盘算着 与巴洛一生 合伙开沙龙的事业 天地为家的游牧生活 慢慢地 在被时代的阵脚 所淹没 游牧者 不仅仅寄居天地间 拓荒 同时也在与天地间的束缚 搏斗 他们在用一种 天成的纯然力量 争取自由 西部的原始 与未开化 赐予得他们勇气与力量 捍卫领土 捍卫精神家园 让自己在无限天地中 坦荡游异 在长长的天野下 既放牧牲畜 也不断地僵扬着 自己的性灵 或许 能让他们真正走向 温暖巢穴的 仅仅是 心意相通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